继北哲南园后,冯小刚又一部新剧《回响翻车》了。 当然,不仅是冯小刚的翻车,也是迷雾剧场的翻车。 不久前才靠着平原上的摩西,挽回一点口碑,可是没想到又被,回响给殆尽了。 迷雾剧场命途多舛,坎坷曲折。 隐秘的角落,沉默的真相,在难产出,迷雾剧场陷入了自我瓶颈期,走入了死胡同。 《回响》,不管是制作团队,还是演员阵容,都可谓豪华,冯小刚带着自己雄厚的电影资源,再次杀入电视剧圈,而且进入了这两年爆火的迷雾剧场,可是并未打好这个翻身仗。 不得不承认,《回响》带给观众电影集的是校观感体验,一个个实力派演员令人目不暇接,即使只有几个镜头的角色,也都是大众熟悉的知名演员,在视觉体验上,顶级水平。 可是对于一部影视剧来说,除了满足视觉观感体验,更为重要的是满足心理体验,有好的故事,有一定的主题表达,令人回味无穷。 三大败笔,回想手握王牌,可是却打得稀烂。 第一大败笔,烂尾收官。 这或许是今年以来最为莫名其妙的大结局,或者换种说法叫强行结局收尾。 首先是大坑案的成功告破,五人被判刑,一人死刑,一人无期,三人有期。 徐山川死刑,一春阳无期,徐海涛,吴文昌,刘青有期。 最为不可思议的自然是徐山川的死刑,而罪名是故意杀人罪,强奸罪,行贿罪。 第二条,第三条好理解,虽然第三条非常简略,但是作为一个大老板,这样的罪状并不意外。 关键是第一条,通过整部剧给出的线索,细节,显然是无法直接证明徐山川犯有故意杀人罪的, 虽然有着买凶杀人的嫌疑,但是证据明显不足。 可是最终却因为这一条判了死刑,让人不可思议。 或者说最后删减了部分情节,不然很难说得通。 而一春阳果不其然有着精神疾病,当然由于其身份是民工,更是产生了巨大争议, 为了一万人杀人,这自然说不通,所以最终就加入了精神疾病。 但不得不说,这是整部剧在价值观上的问题,层层转包,盘剥,最终还是落到了底层民工身上。 最大赢家或许就是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莹,不仅提供了重要线索给警方,彻底扳倒了徐山川, 当然这不是其所愿意的结果,但是没有办法,毕竟自己也被警方掌握了一个重要秘密。 而夏冰青虽然遇害被杀,首先要给予同情,但是也是令人可悲可叹。 原生家庭的过错让他来承担了,而他也在各种逼迫之下走上了不归路,但是选择走与不走还是个人的问题, 之三当三,既想要钱,也想要人,天下这样的事不多,最终就是彻底葬送了自己。 第二代败笔,矫情狗血。 冯小刚将拍电影的那一套全部搬到了,回想中,这没错,可是也要适可而止,搭配得当。 显然,如今在这部剧中显得突兀,为何? 双线并行,一条感情线,一条按键线,这没有问题,问题是两条线相对割裂,造成关系不够紧密, 甚至可以说两条线都可以单独成剧,都互不影响,当然两条线都有狗血的地方。 感情线,冯冯冯怀疑丈夫穆达夫出轨,这是作为刑警身份的天然敏感性,怀疑性造成的, 但是感情问题,定不像办案,可是冯冯冯却偏要带入,肆意怀疑。 当然穆达夫曾经确实也有着问题,但是显然守住了底线, 只是随着冯冯冯的一而在三地做,让他们之间的感情变得愈发离谱。 而又牵扯出了贝珍等人,让感情线变得相当狗血, 甚至还强行让案件中的感情与他们家发生关系。 诸如刘青的女友补志兰曾经喜欢的教授与穆达夫相遇, 虽然是争吵结束,但是不得不说太过刻意。 还有最后冯冯冯的年轻同事邵天伟向他表白。 而大结局,冯冯冯又和穆达夫破镜重圆了。 在《感情线》中的台词矫情文艺作作,看似深刻有内涵,但悬浮不接地气。 如果将这条线胎成一部文艺片的话,那绝对是一部好片,深得观众喜欢。 《案件线》的狗血更是不用多说。 徐山川,沈小莹夫妻之间互相背叛,隐瞒,徐山川又与侄子徐海涛未婚妻搞在一起, 妻本身更是出轨多女,包括夏冰青。 而夏冰青又摊上了一个糟糕的家庭,但是又被吴文超暗恋,刘青喜欢, 虽然这背后多少还有点利益成分,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显得狗血不堪。 第三大败笔,女刑警队长。 宋家饰演的女警冉冬冬,不得不说再以一种狠心的刑事演警察, 确实塑造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酷萨女警。 有个性,又聪明老辣,是个办案高手,但却多疑有矫情。 说话压着声,低沉的语气与其他刑警显得格格不入, 不知道她个人是否难受,对于观众来说早已受不了了。 一开口就是文周周的台词,如果不是刑警的身份, 还真的会让人认为这是一个文艺女青年, 或许这样才能够与作家丈夫相匹配, 但是一旦放到现实中,这样的角色人物很难让人信服, 况且还是个刑警队长。 故作高深,矫情造作, 普通人必然会认为这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人。 当然,也是与大众心目中的女刑警的形象有着较大出入, 如此多疑,试问,现实生活中谁敢娶这样一个女刑警。 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, 尽管这是一个全新的女刑警, 但是失去了生活质感,全是文艺感, 就必然让人很难代入相信, 从这个角度来说, 这一角色就显得有些失败。 冯小刚再次栽了, 虽然已经很是用力, 但终究还是高高在上, 缺失了烟火器和现实器。 放在迷雾剧场的一部迷雾剧, 显得不那么迷雾, 多的是矫情狗血, 也白白浪费了一众实力派演员, 和那令人沉浸舒适的影像风格。